科学家发现我们男生的那个地方变长了 但是却有一些后续的值得担忧的事情 今天这一集可能有点儿童不已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我的频道本来就不是只给小朋友看的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老周英文一起读 读一下标题给你听 所以并不是越大越好 大不尽的就是好哦兄弟们 所以penis应该OK 这个字大家都熟 男生的那个地方 变长了25% 25%不少 如果您认为 我不知 科学家担忧什么我们往下看 特别我们今天 讲几个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 或许我应该讲一个而已 因为这算是我学到 其他我知道 就是你也可以想象 生殖器这种东西 在各个文化里面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称呼方式 那你看我们中文讲说 那话儿 如果你知道听过这个说法的话 所以小鸡鸡 或者是什么 还有什么 我突然脑袋转不过来 老二 这些话从我嘴巴讲出来 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教学的人可以讲这种东西吗 but anyway that's me 那我们今天也学到一些 会看到一些蛮有趣的 另类的一些说法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先第一段读一下 因为我觉得第一段也蛮有趣的 back in 1992 Bill Clinton took office Billy Ray Cyrus tore up the charts with achy breaky heart and our penis length averaged 4.8 inches when erect 第一句讲了一些 有一些历史典故 你可能不太懂 所以总之 92年的时候 克林顿总统在位的时候 这里所谓的took office 也就是变总统了 那Bill Clinton 如果你需要知道一下 像美国总统的顺序的话 你知道现在是Jill Biden 往前属于一个Donald Trump 对不对 再往前一个是谁 Obama 要8年的时间 Obama前名是谁 小布希 George W. Bush 或者应该叫Junior 因为他爸爸也当过 George Bush Senior 所以小布希往前在一个 就是Bill Clinton 所以92年 也就是从 如果你要从2022年开始输的话 已经是30年前了 30年前Bill Clinton在位 这样子 另外一个这个歌星 叫Bill Ray Cyrus 他干嘛呢 他唱一首歌叫做 Acky Breaky Heart You can break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这个是一个乡村歌曲 所以当年是非常红的一首歌 好 anyway 所以他扑了一下 这个背景给你看 30年前 Bill Clinton在位 那一首流行的歌怎样 以及呢 我们的积极尺寸 当时是4.8英寸 而且是 When erect 当他硬的时候 所以 Our penis length averaged 4.8 inches 如果你要知道 4.8英寸是多少的话 我不想量 不想换算给Tino 因为我不想换算6英寸 总之 我们现在 So fast forward 30 years 所以30年后 And our members managed to add An impressive 25% in length 好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就是积极的一个别的字 就是member 会员 所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member 为什么这样说 你问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过这说法 OK 所以 以前有一部片 那部片叫王牌大间谍 它其实出了好几集 那 其中一集呢 它就 它的片名 英文片名叫 Gold Gold Member 你看 就是有用双关语 因为那个片里 就一大堆双关语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Gold Member 黄金成员 翻译中文好像还OK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记得那时候 这部片的中文翻译 非常的妙 就这个Gold Member 它把它翻译成 Go Member 我觉得翻得很好 其实 好 Anyway 所以这个 快转30年 我们的member managed to add an impressive 25% in length 所以我们的member 竟然增加了25%之多 Now clocking 6 inches went erect 所以现在 它就可以量到6英寸 当它是勃起的时候 6英寸 大概就是15.24公分 因为我刚刚查过 这样子 所以现在 15公分 美国人的机器 15公分 这样 那你可能 这里有个字叫clocking 什么鬼啊 clock不是时钟 对不对 可是你就是要知道 clock这个字 也可以是测量的意思 其实 OK 这样 最常用的这样 是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棒球 所以投手 他们需要用一个 测速枪 来测投手的 那个投球速度 通常就用这个字 OK 所以谁是的快速球 clock's at 100 miles per hour之类的 所以可以投到160几公里 这样 所以clock这个字 可以是 尤其是常在讲测速的时候 好 anyway 再往下 so before we celebrate our wedding vegetables sizeable leap forth researchers and doctors hazen to point out that our below the belt gains have troublingly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ur fertility 这是第二段 只有一句话而已 所以在我们庆祝 我们这个东西的 很大的这个 往前跳跃之前 我们就应该 了解到 下面这件事情 所以前面这句 再说一次 在我们庆祝 我们的 wedding vegetables 的一个大药镜之前 所以 什么是wedding vegetables 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 换句话说 OK 所以 这是我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用法 我都觉得有点羞愧 所以我们的 男生的生殖器 还可以叫它 wedding vegetables what the hell 而且它是复述的 所以这边有个 urban dictionary的entry 我们就来读一下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 很classy的一个 很有品味的一种 很高级的方式 来去指出 你的男性生殖器的 整个部分 而且下面 这是07年的definition 已经这么久了 点赞的人150多个 倒赞的人20几个 我们大概就认为 这个还是过得去的 的一个说法 OK 可惜的是 没有太多的entry 到13年 有另外一个entry 然后反而按倒赞 还蛮多的 但不管 总之 还蛮多人觉得 这是OK的 所以读下刚刚这个entry 所以他说的是 a classy term to reference the entirety of one's manhood 所以这个manhood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就男性的雄性象征 简单来说 你的manhood 所以你整个package 就可以叫它 wedding vegetables 复述的 so the term includes the penis scrotum and both testicles 所以它包括了 你的那个 肌肌部分 scrotum就是你的 淡淡的部分 的 应该讲说 那个囊 好啦就阴囊 靠北 以及两颗蛋蛋 都要算进去 and both testicles 这样子 好 而且它觉得很好 我觉得下一句讲很好笑 即便你只有一颗 那也没关系 我们还是叫它 wedding vegetables so however it is acceptable to still use the term in the instance one may have just one single testicle 随便啦 anyway 所以回来这里 wedding vegetables 为什么叫婚礼的蔬菜 还是可能是因为结婚的时候 新娘要把它 处理掉吗 蔬菜 好了 不管 来 所以在我们 celebrate 我们的这个 wedding vegetables 的这个大月径之前 so before we celebrate are wedding vegetables sizeable leap forth 所以sizeable 就是大的这样子 size这个字 变成是大的 ok sizeable leap 是往前跳 forth 往前这样子 那researchers and doctors hasen to point out 所以这研究员 跟医生 都很快的 就指出来 这个hasen 就是急促的 很匆忙的 所以他们就 等等 先别庆祝 有一个catch ok 所以它指出 are below the belt gains 所以我们腰带底下的 成长 腰带一下 就那个地方 所以你也可以 把这个billow 不过这里 不能算是积极的意思 因为gain这个字 毕竟是成长 所以这里再讲 是25%的变长 所以它可能就是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ur fertility so if something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something else 也就是这件事情 是以后面那件事情 为代价 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我把这个片语 打出来给你看一下 ok so something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something else so x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y 这样子 那或许 这个片语 其实你该吸收的 就只有 at the expense of something 就这一块而已 因为前面动词 不见得是come 你知道吗 ok 不见得是come 可以是别的动词 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有时候我们就像 例如我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 ok 所以 所以 I 很容易不小心 直翻成 用中文直翻过去 这会很奇怪 这样子 ok so I had my day ok at the expense of your suffering 或之类的 这样 so at the expense of your suffering 就是在你的痛苦上 那 expense是花费 简单的说 所以花了你的痛苦 才让我得到快乐 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 好 好 所以 这个penis的增长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ur fertility 这fertility是什么呢 你的生育能力 所以fertile fertility是名词 ok 我没打出这个字 好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打出来 fertile 那它的名词就是fertility 这样子 ok 那除了你讲说 这是生育 生殖能力之外 你也可以算像土地很肥沃 fertile land 也是ok的 这样 好 那没问题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 这边说的大概就是 yes 好 所以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的机器变大 所以一个研究员他就去假设了可能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啊或什么之类的会让我们的青春期早一点来到 所以he hypothesizes that earlier puberty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longer penises now 所以这个earlier puberty就是比较早的青春期 puberty 那这个青春期还有adolescence也是我们常一起讲的一个字这样子 ok puberty adolescence 都ok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member可以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junk好像没看到 嘿嘿 好可以来 所以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这个early puberty之外 所以还有一个更troubling的东西 further troubling both sperm count and testosterone levels in men are falling even as our junk rises 好 所以 另一步令人 进一步让大家会觉得更 觉得 可能觉得有点忧心的东西就是 我们的精子素也变少了 所以 而且我们的那个 搞固酮啊 的分泌 的程度也变低了这样子 so both sperm count sperm count就是精子素 还有我们的testosterone 你还记得我们大概两个月 好像也是两三个月前做过一期 就是小朋友不小心接触到爸爸的那个 那个搞固酮的那个贴片 结果因为爸爸可能分泌不够 用贴片来补补他自己的搞固酮 结果小朋友因为离太近 那结果就 他的荷尔蒙就分泌到变成是 他才四岁还几岁 他竟然就好像进入了青春期一样 长得比别的小朋友还大只之类的 很可怕 所以但总之现在大家的testosterone level 就开始往下掉 因为这就是反正积极变大 后来的 这算是两个有 算是有关系吗 好像不见得是有关系 但总之你看说这个是 It's not clear that penile lengt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fertility 所以这边也不见得确定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 就是我们的肌肠短根能不能生 可是总之他们确定的就是我们的sperm counts变低了 以及testosterone level也变低了这样子 OK 即便当我们的junk变长了 所以这里看到junk这个字一般来说是垃圾 可是他也可以拿来说是我们的那个地方 OK junk 那更不要说我们讲说私密处之类的 所以你如果说private parts private就可以了 你要不要加parts大家都不是重点 所以你的private可以的这样 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高校的 就你知道我们有蝙蝠俠 蜘蛛人这些英雄电影 可是你也知道A片厂商 就马上拍那种高校片 蜘蛛俠人大战什么什么鬼的 然后就拍成A片这样子 然后超人也会有什么也会有 所以以前有个片叫做抢救雷恩大兵 那雷恩大兵那个小兵我们就讲他private 所以那部片叫做saving private Ryan 所以抢救雷恩大兵的片名叫做saving private Ryan 那这个private Ryan合在一起 就是Ryan这一名大兵这样子 像前面这个private就是他的职呈 像如果说你是上校 那然后你的名字叫桑德斯 你就叫做colonel Sanders 就是肯德基爷爷 这样 好所以或者像比如说 那个美国南北战争有一个李将军 我们就叫他general lee 所以general lee colonel Sanders private Ryan 大家懂了 所以private是他的职呈 就大兵这样子 那结果那个A片厂商就非常聪明的 拿去把这个主题拍一个片 他们就把它叫做saving saving Ryan's private 你看就是play on word 他就把这两只颠倒一下 改成Ryan的private 那private刚刚说过 也可以当成是男生那个地方 所以抢救雷恩的基金这样子 你看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英文这个语言 好怎么会想到这个 我也不知道 反正总之就突然想到private private parts 也可以讲成男生那个地方就是了 好酷 所以虽然我们的junk变长了 可是总之sperm count 跟testosterone level都往下掉了 来 然后呢 再往下看 或许看一些就是 多认识一些字 多认识一些字 所以有这么一个 这个Urologist 以及这个Infertility的Specialist 所以Urologist这个字 或许值得看一下 就泌尿科一诗 所以Urin这个字是尿尿 那Urinol这个字 就是我们讲说 男生厕所里的小便斗 Urinol 那把它变成Urologist 就是泌尿科这样子 应该讲说泌尿学家 Urology GY结尾就是泌尿科这样子 好 刚刚刚我们Furtle打出来在这里 好像没问题 然后呢 再也就是有这个 像我们刚刚 penus这个字刚刚看到过 就记起 那它也可以变形容词 就变成了penile penile 就这种Nile结尾变成的形容词 也有一些别的 像例如说这个 senior这个字 我们知道就是 像我们讲说高中生跟国中生 junior high senior high senior就比较高嘛 对不对 那老人家也可以叫 senior citizen 那 senial 也有这么一个字 也是在讲老人的 就是这样子 OK 好 所以 来还有些什么字看到 好像大概就这样子 最后就是有那么一个字 我们还有一个字没讲到 就一样在讲男生的这个 阴晶 就是Fallus 这样 那出现在哪里呢 另外一篇报道 OK 就在这里 OK 我也稍微读一下 因为这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杂志的报道 那他的写法就这么有一点点不一样 一咪咪不一样 我就念一段给大家听好了 So researcher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ave some good news and some bad news all in the same package 我觉得这里也就是一个偷偷偷 有偷偷在偷渡一个 那个双冠字在里面 所以史丹佛大学 有好新闻又有坏新闻 好消息坏消息 全部包在同一款包包里面 那就包在同一个故事里之类的 in the same package 那 package也可以讲男生的那一团东西 这样子 OK the package 这样子 好 Anyway in a new study that was published rather ironically on valentine's day they learned tha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e average erect penis length has increased by nearly 25% globally oh 所以其实是global 不是说只有美国 好 the problem this phallic enhancement is correlated with a steep decline in sperm counts and testosterone levels which has many experts worried that a reproductive health crisis may be looming cool 所以这个phallic enhancement 这个phallic就是phallus 这个字的形成词 所以这个阴晶的增大 这个phallic enhancement 所以跟什么东西是 有直接性的关联的 correlated 我们讲说这个relationship relation就是关系 correlate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 一个往上 另外一个跟着往上 或者一个往上 也会带着另外一个往下 所以positive跟negative的correlation 所以就这个连带关系的 所以这个phallic enhancement is correlated with 另外这件事情 什么是呢 就是刚刚说的 sperm count 以及testosterone level的往下掉 所以a steep decline 这都是托福亚斯 可能可以用到的 尤其亚斯 像写图表题的时候 一个陡然下降 我们就可以见到 这是一个steep decline 打出来一下好了 所以又是有同学在 努力在写亚斯作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steep decline 这一个字 或者你就说steep drop 或之类也可以 所以在sperm count 跟testosterone level的 一个steep decline 这个就很多专家会担心了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生育上的一些健康的危机 so this is possibly a reproductive health crisis 所以reproductive OK 生育上的健康的危机 可能就笼罩着我们了 所以loom这个字 竟然有蚊子 是不是有光线 就吸引到蚊子过来 等一下我再打好了 好anyway 所以loom这个字 我们好像若干 集前也讲到过 所以这个东西 笼罩着我们这样子 是不是要有生育上危机了 我也不知道 随便 我们这一集 大概坐到这里就可以了 All right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